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浪大量机动战士Gundam的作品而推出的战略游戏 SD Gundam G-Generation 又有新作推出 这个游戏最大的特色就是收浪了超过50套的机动战士高达作品 阵容真是有史以来最大阵仗的一次 今集游戏最大的卖点不单是最多可以自创10名的原创角色 而且它的战斗画面的演出水准还大幅提升 和游戏收录的作品数目还会是横跨31年总共超过50部 绝对是打破系列以来的作品的历史数目 今集游戏特别设有一个叫做Generation Big的系统 在每关里面都会设有一个break checker的条件 只要达成条件就可以触发令人意料之外的特殊剧情 新势力就会在战场上出现 而这个break checker的条件每一关都不同 而且每一关都会有两个阶段的break 难度还会中一步提升成为challenge mission 游戏里面就会有另一个叫做master unit的系统 作用就是在众多历代作品之中 玩家就可以选其中一个主要主角 作为一个完全可以独立自己行动的强力单位 透过每个回合自动恢复的性能和性能加成 绝对会有一机挡遷的实力 G-Generation 这个系列的作品出了这么多集 其实它的玩法已经很难再有很大的突破了 不过今集游戏它里面的Generation Big这个系统 就能使各个机动战士的作品之间 可以进行很多前所未见的cross over 那算是给到一些新鲜感大家的 所以如果是喜欢机动战士 和喜欢这个SD Gundam G-Generation 系列的作品的玩家 就真的不能错过今集的 给我们下集的这一部分 一部分是最终的 这种类型的竹童 这一部分是最终的 教育的特定 这一部分是最终的 教育的特定 教育的特定